此时,有人就发出感慨, 林长还真是个天纵奇才, 战力惊人啊! 旁边有人点头, 是啊, 袁布阳虽然没有彻底的突破化神经, 但他既然能够动用神石攻击, 显然也是一只脚跨入化神经, 绝对算是丹海镜的巅峰了! 袁布阳这丹海镜丹峰的修为, 却无法斩杀林长, 由此可知, 林长的战力究竟有多么强大? 以丹海镜二重的修为, 硬扛丹海镜巅峰的袁布阳, 足足跨越了七个小境界, 这简直就如同神话一般, 这等战力实在是让人震惊! 跟随袁布阳而来的那几个修炼者, 都不由纷纷冷横, 冰冷的目光, 看向了那些议论纷纷的人, 想让他们闭嘴, 这些人的议论让他们很是不满, 之前明知道袁布阳是化神经的高手, 临城都还敢放手一搏, 此刻这些人的议论被临城听到, 岂不是更让他无所畏惧? 袁布阳没有突破化神经, 他们是知道的, 可在他们看来, 袁布阳的实力足以将临城拿下, 甚至是瞬间斩杀, 可谁都没有想到临城竟然如此难缠, 不但扛住了袁布阳的猛攻, 甚至还渐渐开始反击, 这些人的议论不但会让临城越战越猛, 同样也会让袁布阳乱了心神, 哼, 袁师兄哪怕没有突破化神经, 一样可以轻松斩杀临城, 对, 七个小竞技的差距, 岂是那么好跨越的, 真是笑话? 几人纷纷高声冷笑, 想借此机会来扰乱临城, 让其分神, 竹子俏眸光冰寒, 手中的子母刀瞬间披向了其中一人, 对方大惊, 急忙躲避, 其他人纷纷大喝, 围攻竹子俏, 而此时, 临城语言不扬的激斗, 也已经到了最白热化的地步, 激荡的灵力碰撞, 发出巨响, 临城倒飞出去, 胸口的衣巾破烂, 有鲜血滴落, 那是袁不扬的长剑斩过, 几乎要穿透他的胸口, 袁不扬登登后退术步, 挖的一下, 吐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煞白, 他的眼中更是充满了惊怒交加的神色, 这一次与临城的正面碰撞中, 他竟然落入了下风, 还没等袁不扬有任何的喘息机会, 刷他一下, 临城再次身形暴涨, 激涉而来, 袁不扬怒吼一声, 同样也冲了出去, 此刻他已经没有任何小看临城的心思, 他甚至有种预感, 如果这一次无法击败临城, 他甚至可能被斩杀, 轰的一声, 两人再一次正面碰撞, 袁不扬显之又显地避开了临城的大剑, 长剑却也刺空, 两人唯有拳脚相击, 以最为原始的方式碰撞, 灵力激荡爆发, 使得两人同时倒飞出去, 接下来两人站到了癫狂, 他们都知道, 他们的激斗即将分出胜负, 胜的那个人可以活下来, 而败的那个人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袁不扬积其忌惮临城的大剑, 他知道那是异宝, 不过他的兵器是不可以比拟的, 而临城却是同样在防备袁不扬的神石攻击, 站到如此激烈的地步, 他已经无法分心去运转古神诀, 一旦被袁不扬用神石偷袭, 他的下场同样不会多么美妙, 接下来又是喷的一声, 袁不扬倒飞出去, 他口中吐血, 那原本血白的衣衫都被染红, 整个人显得凄惨无比, 临城同样也是满身鲜血, 他的身上被袁不扬刺中了数件, 衣衫也早已经被鲜血染红, 两人的激战如此之惨烈, 让人心惊不已, 但是更让围观的人心惊的事, 却是临城与袁不扬地位的担导, 原本是袁不扬压着临城打, 几乎是步步紧逼朝朝致命,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临城硬是将两人之间的差距, 一点点的拉近, 缩小, 到此刻, 临城竟然已经是开始占据了上风, 甚至可以将袁不扬打得不断后退, 攻少防多了, 尤其是此刻, 袁不扬竟然被临城一脚踢的倒飞出去, 口吐鲜血, 攻守之势颠倒, 临城所展现出来的彪悍战力, 让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忍不住震惊, 袁不扬翻身跃起, 狂吼怒出, 被原本完全不被他放在眼里的临城逼到了如此地步, 只让他无法接受愤怒的急欲疯狂, 临城急射而至, 让袁不扬的怒吼戛然而止, 脸上神情一变, 再次躲避那漆黑的大枪, 与此同时, 袁不扬骤然怒吼, 临城, 给我死! 下一刻, 袁不扬眼中金光暴涨, 整个人瞬间变得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 锋芒四射, 刹那之间, 临城就只觉得眉心被重计了一下, 脑袋仿佛要炸开一般, 整个人都猛然一震, 身体摇晃几下, 几乎要站不闻, 羞的一下, 袁不扬急舍而至, 他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只, 只有持续长短的小剑, 瞬间刺向了临城的胸口, 就在这紧要关头, 临城怒吼一声, 浑身的灵力极尽爆发, 灵力之海中那疯狂涌出的灵力, 让他的经脉都被冲击得隐隐作痛, 但此时他已经顾不上这么多, 只能是拼尽一切, 发出最为极致的力量, 袁不扬眼中杀鸡避险, 目光笃定, 临城必死, 轰的一下, 势的力量施展开来, 临城一枪轰出, 刹那之间, 就只见袁不扬的身形猛然一顿, 那本已经到了临城胸口的利剑, 也陡然间停顿了一下, 就是这电光火石之间的停顿, 使得临城轰出的那一枪, 毫无保留地穿透了袁不扬的胸口, 漆黑的大剑无可抵挡, 从袁不扬的胸口刺入, 将其洞穿, 伴随着这一枪, 是临城那汹涌澎湃的灵力, 瞬间涌入那袁不扬的体内, 将他的静脉搅得寸寸进断, 心脉更是直接被震断, 袁不扬一声惨力的惨叫, 濒死的他, 眼中竟浮现了一抹疯狂的神色, 眼神净亮, 砰个一下, 临城的神石被中击, 无与伦比的剧痛让他眼前一黑, 下一刻, 他就只觉得腹部遭到了一击重创, 瞬间倒飞出去, 临城紧握着大剑, 脱离了袁不扬的身体, 后者胸口鲜血狂舍, 砰个一下, 临城重重砸在地上, 袁不扬则是两腿一软, 就如同瞬间被人抽走了全身的力量, 一下瘫软在地上, 浑身抽搐了几下, 便没有了动静, 场中瞬间一片死寂, 下一刻, 朱子鞘脸色巨变, 身上的灵力极尽爆发, 手中的双刀铜出, 瞬间斩了距离他最近的一个修炼者, 而后不顾一切地朝着临城, 积涉而去, 跟随袁不扬而来的几个修炼者也都静待了, 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 原本施拿九稳, 刻意斩杀临城, 夺取一宝的计划, 最终竟然变成了这个结果, 临城和袁不扬竟然两败俱伤, 几人也急忙冲了过去, 想要查看袁不扬的情况, 然而等他们刚一搭上袁不扬的手腕, 便呆住了, 袁不扬已经没有了脉搏, 袁不扬死了, 袁不扬竟然被临城击杀了, 几个人呆礼当场,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临城,临城, 不远处, 竹子俏翘脸煞白, 他拖着临城的脑袋急切地喊, 丫头, 你在慌, 我可就真的晕了, 临城艰难地咳走了, 两声, 痛苦地睁开了眼睛, 竹子俏顿时, 欣喜若狂, 毛子中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巴达巴达地滴在临城的脸上, 但是他的手却死死地抓着临城的衣服, 生怕这只是一个梦, 担心临城真的会离他而去, 丫头, 小心掠阵, 临城深吸一口气, 这就要站起来, 但他刚一有动作, 眉头就忍不住一皱, 他只觉得眉心巨痛无比, 仿佛脑袋都要炸开了一半, 临城, 竹子俏惊呼一声, 他看到临城的眼中, 竟然流下了血泪, 顿时大惊失色, 临城缓缓地摆了摆手, 我没事, 只是神识受创, 刚才, 袁步阳在临死之前的那一下神识攻击, 给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将他的神识重创, 此刻他甚至已经无法施展神识, 探查自己的身体, 你赶紧疗伤, 我为你掠阵, 临城没有再说话, 在竹子俏的搀扶之下坐了起来, 开始运转古神诀, 恢复自己的神识, 和身体上的创伤, 竹子俏则是握着子母刀, 神情冰冷, 无比地盯着那几个修炼者, 防止他们的偷袭, 当临城坐起来的那一刻, 所有围观的人都不有一片哗然, 震惊, 无与伦比的震惊, 缘不阳死了, 临城却活了下来,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浓浓的震惊, 甚至有人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几乎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没有人能想象到, 临城与袁布阳的对战, 结果却是临城斩杀了袁布阳, 啊, 这怎么可能, 将近一个大境界呀, 这如何跨越, 有人忍不住都惊呼出声, 两人之间差了足足七个小境界, 如此巨大的差距, 几乎可以抵得上一个大境界了, 哪怕众人再怎么希望看到一场激烈的战斗, 事先也绝对不会料想到, 最终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跨越了七个小境界, 横击袁布阳, 临城所展现出来的战力, 让人光是想一想都忍不住头皮发炸, 太不可思议了, 尽管看样子临城应该也是受伤不轻, 可这落在众人眼中实在是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哪怕临城语言不扬, 是双双阵亡, 同归于尽, 众人都难以接受, 更何况还是现在这个结果, 况且临城既然此刻能够修炼, 那就说明他受伤恐怕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重, 不然的话, 此刻的临城应更是如同一滩烂泥一般, 瘫软在地上, 连手都抬不起来, 如果说围观的人还只是镇静的话, 那跟随袁不扬而来的几个修炼者, 心中都已经是充满了浓浓的惊骇, 震惊, 骇然, 恐惧, 看着盘腿坐在那里修炼的临城, 再低头看看地上, 早已经没有了气息的袁不扬, 这几个修炼者的心中充满了惊骇和恐惧, 他们心中疯狂的大吼, 临城的战绩怎么会如此强大, 临城怎么会如此的可怕, 不, 这不可能 然而, 无论他们如何的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何的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却无法改变原不扬被击杀, 临城却只是受伤的结局, 他们惊骇到了极点, 手脚冰凉, 脸色煞白, 甚至他们几乎都不敢去看临城和朱子翘, 生怕这俩人会调转兵器指向他们, 尤其是刚想到刚才朱子翘竟然一刀斩了他们的一个同伴, 他们就更忍不住心惊, 骇然, 突然砰的一声, 远处一棵大树上看到了结局的周川, 心中忍不住生腾起一股狂喜之情, 他浑身突然涌起一股力量, 狠狠一拳砸在了树干上, 丝毫不顾旁边周长月, 那震惊而又难看的脸色, 放声大吼, 好, 临城威猛, 哈哈哈哈, 周长月脸色铁青, 他万万没想到, 临城竟然会将原不扬斩杀, 这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临城所展现出来的战力让他震惊, 虽然临城是占了兵器之力, 可原不扬的兵器同样也不差, 他的那把剑还是同臣恩亲手给他炼制的, 几乎可以算是法宝, 却依然是死在了临城的手中, 不只是他, 所有看到这个结果的人都沉浸在浓浓的镇景之中, 几乎是无法自拔, 临城的战绩震惊了所有人, 越是实力强的人就越是看得明白, 其实在整个激战的过程中, 内杆漆黑的大枪所起到的作用虽然不小, 尤其是在最后那一下, 洞穿了袁不扬的胸口, 更是展示出了大乡的无坚不摧, 可真正决定最终结果的, 却是临城自身的战力, 一宝在手只是让临城能够发挥出更加强大的攻击, 可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战力做后盾, 临城哪怕是拥有再怎么强大的一宝, 也绝对不会是袁不扬的对手, 可现在却是临城一枪击杀了袁不扬, 临城的战力凸显无疑, 在一处隐蔽的地方取缘路眯着眼, 脸色十分的复杂, 远处一个修炼者满脸震惊, 难难自愚, 此人的战力竟然如此凶悍, 难怪可以从那么凶险重重的秘境中杀出来, 难怪, 在另一边, 有人脸色铁青, 牙齿咬得磕磕作响, 突然, 跟随袁不扬而来的一个修炼者抱贺, 临城, 袁世京与你切磋交流, 你竟然敢下次毒手, 残害袁世兄, 尽日容你不得, 斩了他, 临城, 受死, 随着第一个人怒喝出声, 其他几个人微微震了一下, 随即便立刻纷纷大喝起来, 同时放下了袁不扬的尸体, 开始朝着临城逼近, 围观的人不由愕然, 因为此刻的临城显然也已经受了伤, 似乎伤势不清, 不然的话, 他不会在这里盘腿而坐, 修炼恢复, 此刻, 临城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这几个人却纷纷放声大喝, 急言吏色, 将临城的罪给定了下来, 看到这几个修炼者一起行动, 纷纷亮出兵器, 杀气腾腾, 毫不掩饰自己针对临城的杀机, 围观的众人忽然明白过来, 他们的最终目标还是临城, 而且正是因为临城此刻已经受了伤, 无法回应他们, 所以他们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放声大喝, 要斩杀临城, 他们如此做, 一方面是为了将临城的罪名定下来, 不但让自己的出手, 师出有名, 同样也能堵住其他人的罪, 因为临城斩杀了袁不扬, 所以他们才要出手, 将临城割杀,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临城受了伤, 这是难得的击杀临城的机会, 甚至这很可能也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因为临城所展现出来的战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就连袁不扬都死在了临城的枪下, 更何况是他们, 所以他们才会完全不顾忌临城已经受了伤, 反而是要趁机取临城的性命, 谁敢再靠近半步, 杀无论, 朱子俏神情冰冷, 眸中寒霜, 他紧握子母刀, 守护在临城的身旁, 冷冷地盯着对面那几个人, 这几个人的修为都不弱, 最差的也是丹海经五重的修为, 比他也足足高出了三个小境界, 这对于一般的修炼者而言, 已经是极其巨大的差距, 朱子俏虽然有姿母刀在手, 却也不敢大意, 刚才就是这几个人的围攻, 硬生生地缠住了他, 让他无法去帮助处于危机之中的临城, 虽然他趁机先后斩杀了两人, 但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的实力不济, 而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临城和原步阳激战的影响, 分了心, 现在对方还有五个人, 若是这些人同时出手围攻的话, 朱子俏也没有足够的信心, 能够抵挡住他们, 但他却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因为临城就在他的身后, 那几个修炼者立刻一声杀, 同时朝着朱子俏和临城铺了过来, 朱子俏, 毛子中寒光闪烁, 守护在临城的身边, 子母刀, 闪电般斩出, 将其中一人披向临城的长刀瞬间斩断, 同时手腕一抖, 刀口向上斜撩, 便斩向那个人的脖子, 此人发现自己的兵器竟然在瞬间被击断, 顿时大惊失所, 急忙后退, 另一个人一见膝来, 为同伴解围, 想要逼退朱子俏, 然而他的另一刀却是已经斩出, 反而将那人逼退, 但也因为此人的解围, 使得他失去了斩杀之前使用长刀修炼者的机会, 五个人开始疯狂地围攻临城和朱子俏, 这五个人各个实力不弱, 而且所有人的修为, 境界都比朱子俏高, 这对朱子俏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不过因为有了子母刀在手, 再加上这几个人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临城, 所以朱子俏并不需要与他们几个人缠斗, 他只需要守护在临城的身旁, 便可以护住临城, 不管是谁来攻, 他都以最为灵力的刀法回击, 使得那几个修炼者再怎么持续猛攻, 也因朱子俏的忌惮, 手中的子母刀, 而不断地来来回回, 却无法得手。 然而, 这几个人猛攻不下, 却没有放弃的意思, 反而是不断地与朱子俏游斗, 他们是跟随袁布阳而来, 可此时袁布阳却被临城斩杀, 如果他们不斩了临城, 就无法对同臣恩交代, 那时他们在宗门中, 便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 所以他们只能拼命。 双方一时间僵持下来, 那几人忌惮子母刀, 并不会与朱子俏进行最为激烈的剥杀, 只是不断地攻击临城, 让朱子俏分心去救, 同时其他人则是寻找朱子俏的破绽, 从旁攻击。 如此一来, 朱子俏的压力便大了不少, 几个人的实力都不弱, 而且灵力浑厚, 哪怕只是游斗, 却也让朱子俏灵力消耗极快。 围观的人看到这一幕, 不少人的心经不住提了起来, 他们自然都看得出来, 朱子俏此时的处境可是不怎么好, 稍有不慎, 要么是临城被燃杀, 要么是朱子俏自己横死当场, 如此看来临城能不能活下来, 却还要另说, 毕竟在他们看来, 朱子俏绝对不可能像临城那样, 拥有如此强悍的战力, 这一点从朱子俏身上所爆发的灵力波动中, 就能够感受得出来。 或许临城很可能会被斩杀, 最后落得个与袁布阳一样的下场, 一些人不禁暗暗攥紧了拳头, 临城依靠着自身强大的实力, 超级斩杀了袁布阳, 展现出了自己超绝的战斗天赋和战力, 可现在却很可能因为势单力薄而被围攻致死, 这是何其的不公。 几人围观朱子俏, 不断地立合, 激荡的灵力不时地碰撞在一起, 让空气都在荡漾, 突然一个人影少过, 突然猛攻向临城, 却是原本被朱子俏斩断了兵器那个修炼者, 他一直在外围游斗, 此时他抓住了一个小小的机会, 趁着朱子俏反手去斩杀其他人的时候, 他突然凝迹一把灵力兵器朝着临城斩了过去, 他一直都在寻找这个机会, 此刻突然出手速度极快, 就连其他几个修炼者都没有发音过来, 朱子俏想要转身旧临城却已经有些来不及, 他浑身的原理劲爆极其, 甚至已经顾不得自己是不是会陷入绝境之中, 手中的一把子母刀闪电般击射而出, 扑的一下, 不到许长短的短刀, 瞬间穿透了那个偷袭者的下泪, 那巨大的充势让其直接横飞出去, 而在那一刹那, 此人的兵器距离临城的咽喉已经不足寸虚, 围观的人群之中, 不少倾向于同城恩的人都忍不住发生了一声叹息, 这本应该是斩杀临城的绝佳机会, 却被朱子翘给救了, 不过朱子翘此时失去了一把刀, 他想这么周全地守护临城, 也已经不可能, 临城必死, 失去了一柄刀, 原本就被围攻的朱子翘立刻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几乎陷入了重重凶险之中, 剩下的几个修炼者健壮, 顿时对着朱子翘发起了猛攻, 这几人的修为都不弱, 战斗意识很强, 当他们看到朱子翘失去了其中一把子母刀, 立刻就开始分出两人去缠斗朱子翘, 剩下两人则是游走在临城的周围, 尝试着寻找机会对临城发起致命一击, 朱子翘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渐渐开始故此失彼, 数次陷入险境, 若非他手中还有一把子母刀, 使得那些人颇为忌惮, 恐怕此时他和临城早已经丧命, 实在是为了守护临城, 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去攻击对方, 突然, 一个人抓住了朱子翘的一丝破绽, 猛然朝朱子翘一箭刺来, 朱子翘骤然转身, 反手一刀将对方的长剑斩断, 然而就在此时, 在他的另外一侧, 一股凛冽的杀机陡然袭来, 瞬间到了朱子翘的跟前, 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正在寻找机会想要斩杀临城的修炼者, 也突然折身杀来, 刹那之间, 三人将朱子翘围在了中间, 形成了一个绝杀的局面, 朱子翘瞬间明白过来, 刚才那个人攻击他, 只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 最终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必杀之局, 他们在意识到无法立刻击杀临城之后, 恐怕就在酝酿这一波的绝杀, 为的就是先把他给击杀, 一旦他失去了战力, 那临城就成为了待宰的羔羊, 只能任凭他们处置, 尽管心中明白这一点, 可朱子翘却已经无能为力, 他与这几个修炼者的实力相差不大, 因为他自身修炼了羽化刀, 再加上一宝的战力加成, 才使得他能够应对这几个人不短的时间, 可现在哪怕他拼着与其中两人同归于尽, 却也无法再阻止第三个人, 这三人的方位极其的考究, 脚下每一步都无比的精准, 让他根本无法同时将他们三人斩杀, 这一刻朱子翘陷入了绝境, 这些念头在脑海中闪过, 朱子翘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手中紧倾下的一把子母刀横扫而出, 既然已经无法躲过, 那他就让这些人付出最大的代价,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最大可能地守护临城, 至于他自己, 此刻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 至少能够多守护临城一夕时间, 他就绝对不会选择考虑自己, 随着短刀横扫而过, 距离朱子翘最近两人的身上冒出了鲜血, 其中一人的兵器被斩断, 另一个人的胸骨被一刀劈开, 然而此刻朱子翘的后背, 却是已经彻底地暴露在第三个人的攻击之下, 一柄凌厉凝聚成的长刀刺在了朱子翘的后心, 围观的不少人下意识地发出了惊呼和尖叫, 甚至一些人都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不忍心看到朱子翘, 横死当场, 兵器刺破血肉的声音响起, 在这寂静无声的场中是如此明显, 下一刻一道凌厉的惨叫声响起, 那些闭上眼睛的人不由一震, 这竟然是一个男人的惨叫声, 他们猛然间睁开眼睛, 随即便惊愕地发现, 场中竟然凭空多出了一个人, 临城,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原本盘腿坐在地上修炼恢复的临城竟然站了起来, 他的手中握着一把灵力凝聚成的长剑, 洞穿了那个从后被吸杀朱子翘的修炼者, 惨叫正是从此人的口中发出的, 他的兵器距离朱子翘的后心已经不足半寸, 可就是这半寸的距离, 他却无法跨越, 此刻他的身体被一杆大枪洞穿, 整个人僵力当场, 浑身颤抖, 嘴里发出凄惨的叫声, 临城手腕一抖, 大枪直接将此人挑了起来, 横在空中, 此人疯狂地扭动身体, 大声惨叫, 鲜血从他的身上滴落下来, 这片山峰上, 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住了, 没有人会想到, 原本看起来如此重伤的临城, 竟然会在这关键时刻站起来, 更没有人会想到, 站起来之后的临城, 竟然还能够拥有如此可怕的战力, 如此惊人的速度, 他后发先知, 当那人的兵器即将刺入朱子翘后心的那一刹那, 他手中凝聚了一杆长枪, 瞬间到了那人跟前, 从那人的下泪处, 一枪刺了进去, 将那人动传, 这一刻, 临城手持大枪, 挑着一个修为比他高了数个小境界的修炼者, 整个人就如同远古的战神, 在当世苏醒, 映着那激荡的灵气, 以及在树叶间洒落下来的光辉, 不少人看得忍不住正然, 他们有种错觉, 仿佛临城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在临城的身上竟然看到了一种无敌之事, 小贼! 朱子俏回头, 看到临城不由微微失神, 旋即一抹难以抑制的喜色, 从他的唇角绽放, 他的眸子中更是充满了浓浓的笑意, 被大乡挑起的那个人放声惨叫, 拼命地挣扎, 鲜血不断地从那人的身上滴落下来, 染红了下面的大地, 他看向临城, 目光中带着痛苦和哀求, 无与伦比的巨大痛苦已经让他无法开口说话, 他只能用哀求的眼神看向临城, 希望临城能够饶他一命, 放他一条圣路, 然而临城却看都没有看他, 身上的一股灵力爆发, 他的手腕一甩, 那个人瞬间地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撞在一棵大树上, 又跌落下来, 身体抽搐了几下, 便没有了生息, 这一幕又让不少人不由心下狂跳, 神情秉然, 临城竟然能够如此狠辣, 这让他们有些心计, 那两个被朱子鞘击伤的修炼者, 更是脸色巨变, 心下狂跳, 眼中闪过了惊惧之色, 临城的狠辣出手, 让他们心中大惧, 他们甚至都顾不上身上的剧痛, 临城, 此次我们都是受了袁不扬的胁迫, 我们并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希望, 希望你能够谅解, 哦, 临城, 请你放过我们, 我们愿意为你和你的道理做出补偿, 袁不扬死后, 还能够继续胁迫你们? 临城冷冷地问, 那两个人顿时一致, 无言一对, 他们自称是被袁不扬胁迫, 可当袁不扬被临城击杀之后, 他们却反而对朱子鞘和临城疯狂地出手, 这无论如何, 他们都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临城,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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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杀我们, 不然同时凶事不会放过你的, 临城, 你如此, 歹毒狠辣, 就不怕, 话还没说完, 长枪刺出, 灵力激荡, 临城毫不犹豫地将两人击杀, 这两个人的眼中还带着浓浓的不甘和惊恐, 似乎不敢相信, 临城真的敢杀他们, 刷的一下, 临城收回灵力, 凝聚而成的大枪, 脚尖挑起地上的大剑, 握在手中, 环顾四周, 随着他的目光扫过, 很多人都下意识地避开了他的目光, 不敢与他对视, 尤其是那些心中本就倾向于同诚恩的人, 更是不敢直面临城, 我二人自败入宗门便一心修炼, 从未想过与人争执, 但一些人却欺人太甚, 我唯有反击, 我的手中的一宝, 那是我拿命换来的, 而且经过宗门长老的同意, 任何人想要寄予, 今日的原不阳, 便是他明日的下场, 说吧, 临城与朱子教转身离开, 众人看着朱子教和临城离开, 收回子母刀, 一直到消失在山道的尽头, 下一刻, 整片山都沸腾了, 众人一片哗然, 一直到现在, 众人才终于从之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 袁不阳竟然被临城斩了, 跨越七个小境界, 在正面硬碰硬的对胖中, 临城强势斩杀了袁不阳, 这让人无比震惊, 而临城最后一枪, 洞穿了一个修炼者的身体, 将其轰煞, 那种狠辣和决绝, 更是让人在心中有莫名的敬畏, 强者, 一些人的心中忍不住地冒出这个念头, 若是在以往, 他们定然会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一跳, 认为这很荒唐, 可今日所发生的一切, 却让他们情不自禁地闪过了这个念头, 仅仅只是丹海经二重修为的临城, 却拥有着无与伦比强悍的战力, 足以称得上是强者, 尽管临城是借助了异宝, 可众人却看得明白, 从头到尾, 临城手中的异宝, 其实并未发挥出太过可怕的威力, 也只是无比的坚硬, 让原部杨略威有些忌惮罢了, 这让众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关于临城手中异宝的传言, 他的异宝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异宝, 已经彻底地失去了灵性, 只能算这是一件不错的兵器罢了, 这是武长老对临城的异宝所下的平定, 如今看来的确如此, 如果那异宝真的有什么可怕的威压的话, 临城与原不扬的一战, 也不至于打得如此凄惨, 如果不是临城及时地苏醒过来, 恐怕此刻包括竹子鞘在内, 他们两人都会双双弊命于此, 可见, 异宝的作用很有限, 如此一来, 却反而更加的突出了临城自身的强大战力, 强者这个称号, 他当之无愧。 冲天风之上, 临城与竹子鞘已经离开, 回到了庭院, 然而他与原不扬的激战所造成的余波, 却依然在激荡, 远没有散尽, 那些围观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有些人的脸上还带着止不住的震撼之色, 实在是难以置信。 从原不扬放出话, 要教训临城, 一直到后来临城毫不示弱, 不但机的李师兄主动对他发起了挑战, 却反而被临城强势击杀, 再到临城与原不扬之间的惨烈战斗, 都让这些人的心中无法平静。 临城的强势, 那强大的战力, 还有那魄力十足的气势, 都让人印象极其深刻, 难以忘记。 甚至于就连竹子俏一人独占五个, 修为比他高得多的修炼者, 甚至还先后斩杀两人, 都让围观的这些人震惊而又赞叹。 这两个新入门的内门弟子, 战力实在是强悍的离谱。 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惊叹, 有人质疑, 却没有人对临城的战力表示质疑。 在这一战中, 临城的战力之强悍已经彻底的站露无遗。 听到这些人的议论, 一席人的脸色很是难看, 这些都是倾向于同诚恩的, 他们最希望看到的自然是袁不阳将临城虐杀, 可最后的结果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 狠狠地扇在了这些人的脸上。 周围的议论声传到耳中, 这些人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 于智晨眉头紧皱, 直直地看了一眼地上袁不阳的尸体, 冷横一声, 转身离开。 他来到远处一棵大树下, 见到面无表情的曲原鹿, 他不由心中咯噔一下, 迟疑了一下才开口说, 曲师兄, 这临城, 我们走。 曲原鹿冷横一声, 说吧, 他便不再言语, 转身离开。 远处, 周长岳脸色铁青, 目光死死地盯着场中那一具具尸体, 一语不发。 周川却是忍不住哈哈大笑, 哈哈, 凌城, 干得漂亮, 这袁不阳原本, 根本就没有达到化神经, 突破得不够彻底, 还想杀了凌城, 结果却只能被临城碾压。 闭嘴。 周长岳醋眉, 冷喝一声, 哈哈, 姐姐, 你恐怕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吧, 扬言要教训临城, 结果, 自己被临城斩了, 圆不阳恐怕是死不瞑目啊。 哼, 仗着医保之力而已, 如果没有医保, 临城早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哼, 如果临城没有医保, 他也就不会遭人觊觎, 况且临城的修为与原不阳瞎差不大的话, 他就算不用医保, 一样可以碾压原不阳。 周长岳被堵得一致, 随即冷横一声, 纵身从树上飞跃而下, 铁青着脸离开, 只留下周川在那里得意的笑。 哼, 临城这小子, 果然还是如此勇猛, 干得漂亮。 看到姐姐被气走, 周川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哼, 那些小看临城, 想要从他身上占便宜的人。 哪一个最后不是被碰的, 灰头土脸的, 这原不阳自认为可以碾压临城, 结果反而被临城斩杀, 这一下, 不光他死不瞑目, 那同尘恩的脸上, 恐怕是颜面无光了, 哈哈。 临城强势斩杀袁不阳, 让他振奋, 先前看到袁不阳一次又一次将临城击飞, 他却只能干看着而无能为力, 这让他几乎快要抓狂, 可现在一切尘埃落定, 他不由大为节气。 袁不阳之前越是嚣张, 就越是凸显了他的无知与自大, 也让临城的这一战显得更加不凡。 同尘恩还真是愿意为下面弟子着想啊, 三万两次给临城送来垫脚石, 这简直就是在为临城扬名啊。 在其他地方, 关注着这一战的人也都在低声议论, 这个临城还倒真是有些天赋, 竟然能够跨越如此大的境界, 击败了袁不阳, 还真是让人意外, 关键是他的战斗意识, 还有他的灵力雄厚程度, 都不一般啊。 没错, 袁不阳真正实力明显要比他强, 可他却硬坚持下来, 扛住了袁不阳的猛攻, 这如果没有足够的底蕴, 很难办到。 其实, 相比起他的灵力的浑厚程度, 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神识之强大。 嗯, 言之有理, 袁不阳后来之所以实力下降, 是因为他斗用了神识攻击, 自身的境界偏偏又没有跟上, 导致他的战力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临城竟然能够挡住袁不阳的神识攻击, 这说明他的神识绝对远超过同境界的修炼者, 很事不一般啊。 很多围观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袁不阳有很大一部分是败在了对临城的轻视上。 如果袁不阳不计希望与神识攻击, 而是与临城硬好, 最终的结果如何恐怕就要两说了。 只可惜袁不阳自身的境界还没有达到, 偏偏又碰到了神识无比强大的临城, 他的神识攻击便没有奏效, 最终落得个生死盗销的下场。 由此却也让人吃惊临城的神识之强大, 这完全不是他这个境界的修炼者该有的神识强度。 能从秘境中或者回来, 还带回来一宝, 听说就连万剑宗和长生门的舞者都被杀得大败而逃, 这个临城显然还是有着几分真本似的。 看来这临城身上还真是有不少的秘密, 也难怪佟晨恩都动心了。 哎, 何止佟晨恩, 听说取缘路也掺和进来, 想要收临城为追随着, 只是被临城拒绝了而已。 他倒是打好的主意, 只是这一次他要失望了。 冲天风, 乌干本等人的居所, 这些人因为身上有伤, 并没有直接去现场观看, 原不阳斩杀临城的过程。 几个人在房中的床榻上躺着, 尽管身上的伤势还隐隐作痛, 但他们脸上却都带着欣喜的笑容, 十分的得意。 哼, 此次袁师兄出手, 相信用不了半个时辰, 就能听到临城被斩杀的消息了。 乌干本的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肯定地在那里说着, 哼, 吴师兄说的没错, 有缘不阳师兄出手, 临城就算是有医保, 也绝对难逃一死。 哼, 等临城被打疼死狗的那一刻, 他恐怕就该后悔, 可恨我身上有伤, 无法前去光看, 这等大快人心的美事, 只能在这里干等着。 是啊, 如果能够亲眼看到临城被打成死狗, 那可真是大快人心。 各位师弟不要焦急, 那临城, 不足为虑, 袁师兄, 将他斩了就斩了, 可他的道理不是还在吗? 哈哈哈哈。 众人想起那明媚无双的少女, 顿时眼中放光, 彼此对视一眼, 似乎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思, 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就在此时, 房门突然被人用力撞开, 乌干本等人刚想发火, 就见一个杂役 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惊慌失措。 大事不好, 大事不好了, 伍师兄, 大事不妙, 袁师兄死在了临城的枪下。 不可能。 刹那间, 屋中一片死寂, 有人反应过来, 立即大喝。 你这小丝, 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 袁师兄怎么可能会死在临城的手中? 其他人也纷纷呵斥起来, 那杂役连忙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是我亲眼所看到的, 他们两人的基站十分惨烈, 袁师兄的半边身子都被打烂了, 最终还是被临城一枪冻穿了胸口, 就此毕命。 乌干本等人闻言, 都呆了, 临城强势击败袁布阳, 并将其斩杀的消息, 在极短时间内就传遍了整个皈依宗, 所有人都不由得震惊, 宗门内一片哗然, 之前袁布阳放话要教训临城, 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好临城最后的结果, 可谁也没有想到, 最终竟然会出现这般大逆转, 这着实惊呆了不少人。 随着消息的传出, 几乎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而那原本指责临城冷酷残忍的声音, 却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尤其是那些原本刺笑临城不自量力, 竟然敢扫了核心弟子佟臣恩的颜面, 简直是不知死活的人,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更是一下金若寒蝉。 虽然也有传言说袁布阳并未彻底的突破化神境, 但绝对是丹海境巅峰的修为, 临城足足跨越了七个小境界, 斩杀了袁布阳, 这已经足够的吓人了。 最起码, 这说明临城真正的战力, 竟然已经可以跟丹海境巅峰的修炼者不相商下, 而临城进入突破丹海境, 先后加起来也才不过数寻的时间。 这是何等战力, 这又是何等的突破速度与天赋, 越来越详细的消息传来, 就有更多的人为之震惊, 而那些并没有资格成为同尘恩的追随者, 却又倾向于他不时地出言讽刺临城的那些人, 此刻都忍不住变了色。 这个结果, 无疑是在他们脸上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 更重要的是, 他们之前可都是公然地讽刺临城, 若是被临城给记恨上, 以他们的实力, 又岂能使临城的对手呢? 临城强势斩杀原不扬, 使得整个内门都是一片哗然。 众人在震惊临城的强悍战力的同时, 却也有人发出声音, 认为临城太过于残暴, 接连对同门下毒手, 残害师兄, 这样的残暴之徒不配为归一宗的弟子。 甚至有人认为, 行殿应该发出声音, 严城临城。 但同时也有人在议论, 认为临城从未主动出手, 针对任何同门, 只是因为一些人觊觎他, 和他盗驴手中的异保, 进而对他们步步紧逼, 甚至打算要取他们的性命。 为了自保, 临城才不得以进行反击。 况且, 不管是乌干本等人, 还是那些修炼者, 临城并没有对他们下毒手, 只是将他们击伤, 以便警示其他人。 只是一些人太过贪婪, 认为临城两人是新入门的弟子, 便要用各种无耻的手段, 抢夺他们的异保。 尤其是那袁不扬, 身为半只脚跨入化神境的高手, 竟然随意地找一个借口, 就可以肆意地对新入门的弟子出手, 甚至存了取人性命的歹毒心思, 实在是无耻之极。 临城在处于莫大危机的情况之下, 奋起反击, 而那袁不扬却是因为太过轻视临城, 以至于败在了临城的手中, 完全是咎由自取。 甚至就算是袁不扬已死, 可他的罪行却不应该随之湮灭, 他的死完全是他自己的贪念所造成的, 可他的罪行却也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有人建议刑殿应该直接宣布袁不扬的罪行, 并且将其逐出宗门, 不能按照内门弟子的身份给予他的家人补偿。 此言一出, 不少人顿时为之一令, 很多人立刻意识到, 这是有大人物插手了。 因为按照宗门的传统和惯例, 不管是内门弟子还是外门弟子, 只要不是因为犯错而战死的, 宗门都会给予其家人一定的补偿, 或许是财务, 或许是功法战绩, 亦或是对其家族进行庇护, 使得该弟子的家族可以尽显荣华。 虽然对于修炼者而言, 这些补偿都不止一提, 可对于他们的家人而言, 这却是极其难得的。 尤其是如此一来, 将会使得宗门内的弟子凝聚力更强, 更会心向宗门。 如今袁不扬已经战死, 按照惯例, 他的家族自然也是可以得到宗门的庇护, 可如果刑殿定了他的罪行, 将他足出宗门, 那不但会使得他在死后, 依然是颜面扫地, 甚至就连他的家族也会受到牵连。 要知道, 对于有子弟败入宗门的家族, 其中自然会有外人所想象不到的各种功法、 战绩以及无数的财富, 可想而知会有多少人言红。 这对于任何一个宗门弟子而言, 都绝对不是轻易的惩罚, 尤其是对于已经战死的弟子而言, 那不但是最为严厉的惩罚, 甚至也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袁不扬身为童贞恩的追随者, 竟然很可能会落得如此下场, 这已经不是寻常的定罪了, 而是在针对童贞恩。 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有大人物插手了, 寻常的弟子绝对不敢提出这样的提议。 当众人猜测到一些事情, 几乎所有人都不由秉然, 很显然此事已经牵扯到核心弟子, 甚至是某些大人物之间的博弈。 这些事情已经不是寻常的弟子能够参与的了。 所以, 除了一些倾向于童贞恩的弟子, 以及他的追随者之外, 其他人虽然都在密切关注此事, 但是却没有人敢轻易地开口表态, 谁也不敢被卷入这等风波之中。 就在这纷纷扰扰之中, 林诚却是待在自己的居所, 一心地秀炼。 与袁布阳的一战, 林诚受了不清的伤, 他的神识连续两次受到重创。 虽然古神爵对于神识有着不小的增强, 但他毕竟在境界上与袁布阳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基站中强行运转古神诀, 虽然大大的缓解了脑袋的剧痛, 但是受创的神识却没有完全地恢复。 更何况两人的基站十分地凄惨, 林诚的身体也受到了不清的伤, 所以他不管是神识还是身体都需要恢复。 林诚刚一回到庭院, 就立刻进入到修炼状态。 神识上的创伤临诚此刻没有丝毫的办法。 他没有修炼过任何关于神识的功法, 不关是神识攻击的技法, 还是修炼神识的功法, 他都没有接触过。 所以他只能先进行肉身上的疗伤。 好在古神诀本就对于增强神识有着奇特的效果, 所以他在疗伤的同时, 神识也在慢慢地恢复。 只不过因为神识受创, 使得林诚无法清楚地探查自身的情况, 他只能凝神静心运转古神诀, 仔细地感受着体内灵力的流转。 即便如此, 林诚也发现自己的伤势很是不轻。 随着灵力在体内的流转, 林诚察觉到他的经脉受创十分严重, 灵力流转极为不畅。 灵力略一向前运行, 他就会感觉到一阵阵的痛楚, 仿佛浑身的经脉都已经断裂了一半。 尤其明显的则是灵力之海中有灵力涌出, 他就感觉到自己的丹田疼痛难忍, 这让他想起了袁浦阳踢在他腹部的那一脚。 袁浦阳的实力很强, 那一脚蕴含着澎湃的灵力, 当时就让他受创, 如果不是他之前突破得不够彻底, 依然有丹田的存在, 恐怕那一脚就可能让他的灵力之海受创。 此刻丹田处的剧痛让林成意识到, 这很可能是自己的丹田受创了, 这让他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苦笑。 因为突破得不够彻底, 使得他以后的修为提升会受到限制。 也正是因为丹田的存在, 反而保护了他的灵力之海。 而此时, 林成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如果他继续疗伤, 显然会再度修复丹田, 如此一来, 他的丹田可能会更加坚固, 固不可摧。 如此一来, 他今后想再一次自碎丹田, 恐怕就更为困难。 如果他不修复, 就无法疗伤。 不光身体上的伤势无法恢复, 就连神识恐怕也无法恢复。 管不了那么多了, 闲疗伤。 林成心中暗道一声, 做出了决定。 这一次他并不是在正式挑战中斩杀的袁布阳。 如果邢田将这一次激战定为私斗, 那他恐怕还要面临不小的麻烦, 甚至可能会遭到重重的惩罚。 可想而知, 到时候他将会面对怎样的前进。 所以他决定先恢复战力, 至于修为上可能会因为丹田的存在, 而面临的桎梏, 那也只好等到以后再说了。 林成盘腿坐在房中, 神色平静, 无悲无喜。 在他身前有着一片白色的粉末, 那是灵石被彻底吸收之后, 化为了积坟。 自从与袁布阳的激斗之后, 林成便一直处于修炼之中, 尽可能地恢复自己的伤势。 随着时间的流逝, 林成肉身上的伤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身上的断骨等都已经被灵力修复, 进而滋养。 但是他丹田受到的重创, 却还没有完全恢复。 同时他的神石也没有彻底恢复。 在神石拓展开来的时候, 还是有些组织, 他感觉自己的头脑中还有一些混沌。 不过, 随着古神觉的持续运转, 他的神石多少也恢复了一些。 虽然现在还无法像之前那样可以随意地拓展开来, 但是却可以让他清楚地感知自身。 林成发现, 自己的丹田的确是受创不清。 原本将灵力之海包裹在其中的丹田, 有着不少的裂缝, 不时地有灵力飘逸出来, 使得他无法全力催动灵力之海。 在林成看来, 他的丹田就如同是灵力之海边缘的堤坝, 但此刻这堤坝却是出现了不稳的迹象。 一旦他全力催动灵力之海, 堤坝随时都有可能, 愧绝。 一只脚, 挂入化神境的高手, 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林成心中忍不住感慨, 他还从来都没有受过如此重的伤, 就连坚硬无比的丹田, 都几乎被击碎。 可想而知, 袁不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这也让林成不免有些庆幸。 幸亏袁不扬对他十分轻视, 并且对自己的神识攻击十分地自信, 不然的话, 如果一开始, 袁不扬就放弃用神识攻击, 只是单纯地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 与他对决。 林成自认为, 哪怕是有一宝在手, 恐怕也未必是袁不扬的对手。 最多他也只是坚持的时间会长一些, 手中的一宝会让袁不扬忌惮胆几分。 可除此之外, 单纯地只论自身修为和实力的话, 他还真的不是袁不扬的对手。 这让林成从袁不扬的身上汲取了不少教训, 无论与任何境界的敌人交手, 都绝对不能抱有轻视之心, 也绝对不能对自己的某一样杀手锏, 过度盲目的自信。 就如同他的大剑一般, 固然是无坚不摧, 可在袁不扬面前, 大剑就几乎没有发挥出太大的威力。 因为他连袁不扬的衣角都没占到, 更别说用大剑来击中袁不扬了。 也正因为没有对大剑过度的依赖和自信, 所以他才会在战前着重地修炼身法, 结果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将柔水身法, 修炼至小城, 恐怕他再一上来就会被袁不扬击杀。 虽然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不过结果却还是不错的。 与袁不扬的一战, 让林诚心中有了许多感悟, 想到了很多, 收获极大, 尤其是现在身上的伤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只剩下神石和丹田的上士, 使得林诚就能够更加清晰地去体会那一战中的一些细节。 只是, 这丹田…… 看着那几乎可以说是破破烂烂的丹田, 林诚有些犹豫, 丹田的存在守护住了他的灵力之海, 使得原部阳的那一角重创他的丹田, 可灵力之海却没有受到冲击。 也正因如此, 才使得他在略微地恢复之后, 依然能够强行催动灵力, 一腔洞穿了围杀竹子鞘的那几个修炼者。 然而丹田的存在早晚都会成为他提升的稚固, 随着他的修为提高, 丹田会严重地制约他的灵力之海的拓展。 可若是再次磁碎丹田, 就很有可能会使得已经存在的灵力之海崩溃, 到时候一旦失败的话, 可就不仅仅只是成为废人了。 灵力之海, 当中那磅礴的灵力, 一旦崩溃四散, 绝对会瞬间冲回他的经脉, 乃至他的身体, 他很可能会暴体而亡。 如果要再一次磁碎丹田, 无疑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丹田已经受创, 出现了裂缝, 很容易崩碎, 但是我的神识却还没有完全恢复, 没有十足的把握, 能够精细地控制每一缕灵力。 再次磁碎丹田之后, 若是灵力之海崩溃, 唉, 可若是等到神识恢复之后, 再次磁丹田, 那个时候, 丹田也一定被修复了, 难度无疑将大大的增加, 甚至可能会更加的凶险。 无数的念头, 在临城的脑海中闪过, 他仔细地分析着其中的利弊, 有些犹豫不定。 片刻之后, 他立即下了决定, 既然丹田的存在早晚会成为桎梏, 那就长痛不如短痛, 突破, 那便是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没有哪一次突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 如若因为凶险便畏惧不前, 就不要想拥有更大的实力, 对, 突破。 临城下定决心, 他集中精神, 准备再次自碎丹田, 已经被修复了不少的神石, 仍然笼罩着灵力之海, 临城开始尝试着崩碎丹田, 在听到轰的一声之后, 本就受到了重碎的丹田, 轻而易举就崩碎了, 刹那之间灵力之海中, 汹涌澎湃起来, 失去了堤坝的阻挡的阻挡, 精纯的灵力就如同绝了堤的大江一般, 开始呼啸奔腾, 丹田处, 那剧烈的疼痛使得临城的身体矩阵, 他极力地催动神石, 笼罩着灵力之海, 尽可能地控制着每一丝灵力, 努力地不让呼啸翻腾的灵力摧毁他的静脉, 同时临城并没有一味地阻塞奔腾的灵力, 而是开始极力地运转古神诀, 尝试着引导那激烈翻腾的灵力, 按照古神诀的路线进行流转, 然而又听到轰的一声, 灵力之海实在是太过磅礴壮阔, 也使得其中的浪涛翻涌的无比剧烈, 临城只觉得脑袋剧痛, 他知道这是自己的神识, 已经无法彻底控制灵力之海, 灵力之海中巨浪滔天, 就如同末日降临一般, 临城浑身都在颤抖, 他咬牙坚持着, 极力不让灵力之海崩溃, 然而脑袋的剧痛, 却让他隐隐有种悬阴的感觉, 他心中大惊, 这是神识消耗过度了, 原本他的神识就没有完全地恢复, 此刻又要控制整个灵力之海, 消耗极大, 此时崩碎的丹田已经在缓缓地融入到灵力之海之中, 他的神识感觉到了不少的压力, 临城知道这是灵力之海在扩展, 只要等到灵力之海拓展结束, 彻底地稳定下来, 他这一次的突破也算是完成了, 所以临城此刻尽管知道神识消耗过度, 却也只能是咬牙坚持, 不愿意半途而飞, 同时他也没有办法放弃, 因为无路可退。 这个时候, 临城反而开始有些怀念黑铁块那霸道了, 之前几次黑铁块的异动都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尤其是在冲击丹海境的时候, 他更是只能从黑铁块那里艰难地抢夺灵器, 来滋养自身, 形成灵力之海。 如果现在黑铁块再一次移动, 与他抢夺灵器, 那灵力之海的拓展速度自然会下降, 他就会承受比较小的压力。 但可惜的是, 这一次在他最需要黑铁块移动的时候, 这黑铁块却好像真的就是一块破铜烂铁, 漂浮在灵力之海之中, 没有丝毫的动静。 临城却是连埋怨的心思都来不及升起, 只能咬牙坚持引导灵力之海。 接下来就听轰漫漫的声音, 随着灵力之海的拓展, 那磅礴的灵力更加汹涌, 巨浪翻腾, 声势害人。 外间, 一只守护在灵城房外的朱子鞘, 陡然面色一变, 站了起来。 他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周围灵气的移动, 仿佛灵城的房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一般, 在惊吞灵气。 与此同时, 朱子鞘竟然还听到了轰隆隆的巨大的浪涛之声。 他立刻意识到, 临城这是在突破, 这让他一颗心顿时提了下来。 临城的伤势很重,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完全恢复。 所以临城选择此刻突破, 那简直就是在冒险。 朱子鞘本想冲进去, 可又怕打扰到临城的突破, 只能焦急地在门外等候。 突然, 临城的房中再次爆发出强烈的灵力波动, 进而整个庭院中的灵气都激荡了起来。 一如上一次的后山突破一样, 形成了灵力风暴。 朱子鞘惊恶, 随即他立刻警惕起来。 如此激荡的灵力风暴, 绝对会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如果有人趁着临城突破的时候前来捣乱, 很可能会毁了临城。 想到这里, 朱子鞘立即击出了子母刀, 极力地放出神识。 如果有人想要毁了临城, 他哪怕拼了性命, 也绝对不会让对方得逞。 朱子鞘猜得没错, 灵力风暴所引起的巨大动静, 的确惊动了不少人。 庭院外, 不少人都纷纷望向了临城的庭院所在的位置, 惊恶不移。 这灵力风暴是临城? 那是临城的宅院。 如此惊人的动静, 难道他在突破啊? 他不是受了伤吗? 竟然又突破。 这天赋实在是太惊人了。 整个冲天风上的修炼者都被惊动。 都是觉得不由震惊。 在他们看来, 临城此刻应该是在疗伤才对, 可看着动静, 他显然是在突破。 这太惊人了。 尤其是一旦成功突破, 临城的实力固然还会提升。 那岂不是更加的可怕? 嗯? 又是灵力风暴? 曲渊路盯着冲天风的方向, 感觉到自己体内那隐隐有些松动的稚固, 不由眉头紧缩。 他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临城就是他突破的契机。 可一想到临城不止一次地拒绝了他的招揽, 他的脸色就有些难看。 为了招揽临城, 曲渊路已经不惜得罪同臣恩, 甚至在袁布阳即将斩杀临城的时候, 他还派了于智晨再次去招揽临城, 却再次被临城拒绝。 现在看到临城再一次引发灵力风暴, 曲渊路的心情变得十分的恶劣。 他冷恨一声, 转身回到了居所, 招来了一个仆人, 吩咐说, 安排几个杂役, 取崇天风, 吩咐他们, 一定要密切注意临城的行踪。 能够成为仆人, 那也是深得曲渊路信任的人, 自然知道曲渊路想要招揽临城, 却被拒绝的事情。 所以, 曲渊路此刻刚一吩咐, 仆人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立刻点头应试。 曲渊路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 目光虚望着冲天风的方向, 不禁自愈。 临城, 这一次你能够击败原不扬, 那是你运气好, 可是你彻底把同称恩给得罪死了, 只要你一天不离开贵仪宗, 你就别想有安稳, 你早晚都逃不出我的手心。 或许那些普通的修炼者看不出来, 但当时, 临城与原不扬激战的经过, 却是瞒不过曲渊路的眼睛。 当时临城之罪已能够斩杀原不扬, 那完全是因为原不扬自己太过自大, 也太过轻视临城, 所以说原不扬其实就是死在了自己的手上。 如果原不扬稍微认真一些, 那最后死的一定会是临城。 曲渊路可以肯定, 临城如此一次又一次地扫了同辰恩的颜面, 甚至可以说是打了他的耳光。 现在哪怕同辰恩愿意放过临城, 但他的那些追随者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更何况同辰恩从来都不是一个大度的人, 又如何能够容得下临城如此的三番五次打他的耳光呢? 因此取缘路可以断定。 接下来临城要面临的麻烦绝对要比之前还要棘手。 同辰恩的追随者之中可不止原不扬这一个高手。 有些人早就跨入了化神经, 是真真正正的高手。 一旦他们不再顾及身份和门规要出手对付临城的话, 那个时候临城要么选择投靠这样的强者, 要么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早晚有一天会来求我。 取缘路沉声度能一句。 遵天风上, 一个个头高大的修炼者背负着双手, 远眺冲天风的方向, 目光带着些许的差异。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已经是短时间内的第二次了吧。 是的, 左师兄, 这已经是一个多月以来的第二次灵力风暴了。 在这个修炼者身边, 一个聘庭娇媚的女修炼者点头, 此刻她的毛子里同样也带着毫不掩饰的诧异。 言语堂的确是十分惊恶。 作为新入门的新人, 以及修为上帝的弟子的居住区, 小小的冲天风上, 竟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以内, 连续两次出现了灵力风暴。 这实在是让人惊讶。 而更让人感到意想不到的是, 根据从冲天风上传来的消息, 这两次引起灵力风暴的竟然都是同一个人。 而这个人才刚刚完成了寻常修炼者眼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壮举。 跨越七个小境界, 逆杀一只脚跨入化神境的高手, 袁布阳。 临城的这般天赋和修炼的进度, 可着实让言语堂感觉到震惊。 会不会是一宝复苏引起的灵力风暴呢? 严语堂迟疑了一下, 他不愿意相信, 一个区区不过丹海境二重的修炼者, 竟然能够接连两次引起灵力风暴。 这天赋也太逆天了。 就算是身边有一个伟岸的祖师兄, 在丹海境的时候, 也没有如此惊人。 比较起来, 临城竟然都超越了祖师兄。 严语堂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推测。 如果真的是一宝复苏, 可就不只是这么一点动静了。 祖尊天摇了摇头, 但凡能够称得上是一宝的宝物。 一旦复苏, 所需要的灵气都是海量的, 光是冲天风上那区区的一阵巨灵阵, 又如何能够满足? 更何况临城手中的一宝还是从人族帝王留下的秘境中带回来的。 若是复苏的话, 又岂是那么简单? 可是, 临城两人, 财与原布阳等人激战一场, 那临城更是深受重伤, 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恐怕疗伤都还没有结束, 竟然能够再度引发灵力风暴, 这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 由此看来, 不是临城, 他们太过惊人, 就说明他肯定另有其遇。 或许他们在人族帝王留下的秘境中, 所得到的不仅仅只是那几样一宝。 啊? 这可惜, 这小子有些不识好歹。 想到自己代表祖师兄, 两次邀请临城, 结果都被他拒绝了, 严玉堂就有些不悦, 祖尊天却显得并不在意, 而是微微笑了笑。 哼哼哼,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我们这位天才师弟, 究竟能够走多远? 祖师兄, 临城连续两次引发了灵力风暴, 会不会引起宗门长老, 甚至是宗主的关注? 或许有这种可能, 不过即便是有长老关注他, 恐怕也不会有太多的精力去顾及他。 如今, 万剑宗越发的势大, 不但压得长生门抬不起头来, 并且隐隐地有些叙事待发的迹象, 而外界的妖兽也似乎有些开始异动。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宗门在外界的指使传来消息, 似乎在某个世俗界的国度里, 发现了有魔化迹象的生灵, 这般种种都让长老们和宗主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其他方面现在恐怕是无暇顾及。 难怪通臣恩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宗门中也无人阻止他, 原来长老和宗主都被牵绊住了。 只是, 临城的天父既然如此不凡, 那他在进入宗门的时候, 怎么没有引起任何的重视? 因为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考核测试, 摆入宗门的, 而是因为他们帮助宗门探索了秘境, 宗门特许他们成为外门弟子, 再加上如今是多事之求, 所以宗门可能就并没有对他们的资质进行测试。 那如此说来, 若是当时临城等人死在了秘境里, 那宗门可就要失去一个天才了。 天才遍地都是, 能不能走得远, 却尚未可知。 现在看来, 有些人怕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 类似的对话,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在不同的山峰, 一场意外的林立风暴, 惊动了许多人。 尽管相对于整个宗门而言, 临城引发的林立风暴实在是很微不足道, 但因为他与原不阳的遗战, 因为他身怀异薄, 再加上他与同城恩之间的矛盾, 使得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他。 因此, 当冲天风的林立风暴席卷而过, 这个消息也随之传遍了整个宗门, 几乎每一个山峰上都有传顺遇见亮起。 临城这个名字再一次传遍了宗门。 不少人也都不由地关注起来, 想要看看再一次引发了林立风暴的临城, 究竟突破到什么境界。 这些人确实不知道, 此时的临城已经陷入了极度凶险的险境, 他的神识迅速消耗, 已经快要消耗殆尽。 林立之海的激素扩张, 使得其中的巨浪滔天,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林立风在咬牙苦苦地坚持, 虽然他有着坚定的意志, 此刻却也忍不住有种不妙的感觉, 因为他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而看那破碎的丹田, 却还没有完全地融入林立之海中。 突然, 随着林立之海的又一阵狂荣, 临城的眉心剧痛无比, 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瞬间失去了对体内的清晰探查。 他的神识到达了极限, 已经无法内视。 下一刻, 临城只觉得林立之海开始距离地颤抖起来,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完了。 临城大惊, 他知道自己到了最为凶险的时刻, 一旦林立之海崩溃, 他绝对会暴体而亡。 他不顾一切地再度放吃残存的一丝神识, 想要尽可能地去控制林立之海。 然而, 他刚一放出神识, 眉心就突然剧痛无比, 整个脑袋仿佛都要炸开了似的, 让他几乎晕厥过去。 这时, 失去了神识控制的林立之海, 彻底失控。 丫头, 对不起, 我要丢下你一个人了, 我终究还是没有走得太远, 没有成为真正的强者, 也没有完成复仇。 这一瞬间, 无数的念头在临城那巨痛而又混乱的脑海中闪过。 此时, 他神识已经几乎耗尽, 林立之海失去了控制, 破碎的丹田还没有完全融入到林立之海之中, 他知道, 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回转的余地。 除了前世引爆青蓝火的那一刻之外, 临城还从来没有任何时候会像此刻这般凶险, 眉心惧痛, 头颅仿佛炸开。 灵力之海失控, 即将崩溃。 还有那尚未完成融入到灵力之海中的残破的丹田, 也在加深他的伤势和危机。 这一刻, 临城的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的念头。 竹子翘, 那一撑一喜的翘脸在他的眼前浮现。 左目那从容冷静, 却带着毫不掩饰的冷酷的面容, 也出现在他的眼前。 还有安雅公主那些嘲讽的目光。 不, 我不甘心。 临城在心中狂吼一声, 旋即, 他强忍着眉心的剧痛, 极尽全力地催动神识, 同时凭着最后一丝意念, 近乎本能地疯狂地运转古神诀, 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恢复神识, 引导灵力, 进行运转。 然而, 就在临城运转古神诀的刹那间, 一股清凉的感觉突然从他的眉心涌入, 进而流入到头顶的百汇血。 顿时间, 一股难言的舒爽感觉, 让临城的头脑变得一片清明。 仿佛有着一声轻响, 呸了一下, 在他的眉心传出, 下一刻, 临城就看到, 自己的眉心中, 似乎多出了一个空间, 一团混沌般的神石, 被包裹在那个空间之中。 临城不由静恶, 他的眉心处怎么会有一个空间? 刹那间, 一个名称, 如同电闪一般划过临城的脑海, 子斧, 原神的孕育之地, 子斧。 同时, 也是突破化神境的最先决的第一道,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道关卡, 就是开辟出眉心的子斧, 如此才可以孕育原神, 才能够进入化神境。 这是临城唯一所知晓的, 关于眉心这处空间的由来, 因为之前所有人都认为, 原不阳已经化神境的高手, 临城自然要谨慎, 特意地了解了一下, 关于化神境高手的特点。